人的传说 从前一个山村里住着一户人家 父亲去世后 母亲辛辛苦苦把两个儿子拉扯大 哥哥结婚多年了 弟弟还没有成家 哥哥和嫂嫂心肠很毒 平时带弟弟很刻薄 并闹着和弟弟分家 分家时 哥哥和嫂嫂什么都不给弟弟 妈妈可怜小儿子 就对大儿子说 别的东西你不给也就罢了 你连弟都不给他 你叫他以后怎么生活呢 哥哥这才勉强给弟弟分了一块坏地 弟弟的地边有一块大石头 形状有点像人形 使人高高的鼻梁下面 横着一道裂缝 看上去就好像人的嘴巴 弟弟天天在地里干活 累了就靠着石头休息一会儿 有一天弟弟正在地里埋头干活 忽然听到有人说话 你美吃的穿的 我十分可怜你 这句话 隔一真说一次 他仔细地听着 顺身走去 原来说话都是那十人 但当他走到十人面前时 使人又不说话了 他觉得很奇怪 他正纳闷着 又听使人小声说 你明天带一个口袋来 把手伸进我的嘴里 就能掏到银子 但你装满了口袋 就不要再掏了 也不能对任何人这样讲这件事 他听了这些话 心里七上八下的 这话到底是真 还是假呢 他心里周摸不定 第二天 他下的地区干活时 想试试 十人说的话是 真是假 便带上一个口袋来到地边 他看见十人张着嘴 便走到十人身边 大者胆直把手伸进 十人嘴里去 望里面一摸 里面果然有不少小石头一样的东西 他掏出来一看 果真是亮黄黄的银子 他喜出望外 便掏鸭掏鸭 把银子装满了口袋 悄悄地背回家来 有了银子后 他买了房子 买了吃的 穿的 用的东西 他现在什么东西都不缺了 过祈福玉的日子来 哥哥和嫂嫂看到弟弟突然复了起来 故意请弟弟到家里吃饭 席间哥哥和嫂嫂一股尽地追问弟弟 怎么会一下子富起来 弟弟心想他们毕竟是我的新歌手 说了也无妨 于是便将事情一无一时全告诉了他们 哥哥和嫂嫂听了按着高兴 等弟弟走后 当天晚上就悄悄去掏食人嘴里的银子 他们赶着三四头牲口 带着几个大口袋 摸黑来到死人边 说也奇怪 死人人就张着嘴呢 夫妻两高兴万分 立刻从死人嘴里掏出了三四带银子 但他们不知足 还想多药 结果 日的死人 大发脾气 张开的嘴巴变合拢了 夫妻两高兴万分之后 无法赶紧 他们两人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谁也想不出逃脱的办法 天亮了 天亮了 弟弟 扛着锄 锄透 又来地里干活 只见哥哥 少少躺在死人身边 动也不动 走近一看 两个人都断了气 我看着你 谢谢大家